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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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才一節就講了 X色線是怎麼產生的 當然實際上包括兩部分了 一部分是我們用的X光管怎麼產生的 也一部分包括同步輻射怎麼產生的 然後呢,講了X色線的性質跟什麼? 跟物體相互作用,它可能產生什麼效應 那麼這節呢,我回顧它再來講講什麼呢? 講講就是說,我們晶體機構它的周期性跟對稱性 為什麼要介紹這個呢? 因為我們將X色線跟晶體去作用的時候 那麼我們對晶體機構要有一個大概了解 否則我怎麼來談相互作用呢? 怎麼來分析它的機構呢? 所以第二節呢,我們講一下什麼? 回顧它講一下,就是晶體機構的周期性跟對稱性 那你看,我們看 那晶體從外形來看,都很方方正正的 然後它內部機構呢,這叫原子排得是很規則的 很規則的 那麼你看,這個金剛石的外形是很漂亮的 那這個是什麼呢? 這是一個原子 在裡面有一個堆接的形狀 那麼這是什麼?也是外形 所以從晶體,最早人們對晶體了解 是從外形,看起來外形很規則的 那麼,然後呢,通過規則的外形來判斷什麼樣的晶體 所以大家可能,很多人都沒看過這個電影 估計這個電影放的時候,你們還沒出生的 有一個中國的電影叫李世光 大家知道李世光這個人嗎? 這是我們國家很有名的地質學家 那麼這個電影裡面就當時介紹 他們最早去探礦石的時候,用什麼辦法呢? 就是用一把放大鏡,然後用小狼頭 拿了一個舌頭,拿了一個輕輕撬 讓舌頭自然的離開 然後用放大鏡看它的舌頭的紋路 就是規則的外形 通過比較有規則的外形來判斷這個舌頭的 這個礦車的類型、結構 那麼,當然,將來有了X射線以後 我們就知道,它的內部結構是有很大的規則的 好,它實際上是有規則的排列 所以我們講第一階級的結構的周極性跟點燈的單位 就是,實際上對於晶體來說 所謂晶體,它內部是什麼呢? 內部是很多一個一個勁包排列 就像這裡一條條魚排氣那樣的 但是這個排列裡面呢 我們可以說有兩種成分 一種成分是什麼呢? 我把每個魚肚子上都取個點吧 就取個點 把這個點拿出來 你看這個就是什麼? 這就是這個一點點的東西 這一點點的東西是什麼? 是一個有規則的排列 這我們就叫做一個點燈結構 點燈叫Lattice Lattice 那麼這一點,每個點代表什麼呢? 就代表這一條魚 那麼魚就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圖形 一個叫做,我們英文叫做Motive 就是一個什麼? 一個基本單位 所以設計上這個晶體結構 就是有什麼? 就是有這樣有規則排列的點 這個點代表什麼? 代表一個具體的一個簡單的結構 組成的結構 好,那麼這樣的 我們這個叫什麼? 叫它的自動排列 就是它的周期性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我移動一個距離以後 它整個點燈都復原了 我把任何兩點連起來 變成什麼? 變成一個向量 一移 所有的點都復原了 所以這個就叫它點燈 點燈代表什麼? 代表它周期性 譬如從一圍開始 再看 這一圍 我們把汽車排列起來 好,那麼 每個汽車隨便裡面去一個相同點 舉出來 這就是一點點 這是一圍的 那麼這個點呢 相當於意味著什麼? 點燈 為什麼呢? 移動兩個點距離 把這點移到這裡 這點就到這裡了 這點就到這裡了 好,每一點代表什麼? 每一點代表就是汽車 如果把汽車再放回到點上 就是回到原來的 排列的 這是對一圍來說 好,這是一般的圖形 那我們看看 我們對化學 下來說 對分子對原子來說 怎麼呢? 比如說 我們把這個原子 從球排起來 相同的原子排成一條線的話 每兩個原子之間中心 距離A 如果把這個原子中心點 都取出來 取這個點燈點 那就是這些點燈 那麼它的周期就是A 移動A就重複了 移動A就重複了 這就是意味著這些點燈 那麼 這是一個原子 那麼對分子結構的原子 比方我們說巨蜥 巨蜥 這類的巨蜥拉開 把浪車線 它也是這樣的 它 碳原子 大家注意 對巨蜥來說 它沒最小的單位 是1C 而不是一個碳原子 不是CH2 是CH4 所以這樣呢 這兩個碳原子去把這個點取出來 取出來 那麼這樣呢 這兩個中間就是一個巨蜥 這兩個中間也是巨蜥 當然你也可以去這個點 也可以去這個中間 只要去相同的位置都可以 那麼兩個點之間 切下來就是一個巨 把這個巨連起來就是巨蜥 所以對我們 對分子對話來說 如果1C1的話 也可以這樣排 那麼這樣我們就得到 就說對一個經濟結構 就是周期性的經濟結構 它設計上有兩個東西可以組成的 一個就是說 點成點 把每一個機緣單位 取為一個點的話 那麼出來就是一個點成點 然後每一個點成點 代表了一個什麼 叫結構機緣 把這兩個加起來 就是完成了什麼 經濟結構 所以我們研究經濟結構 可以從兩個角度 一個先研究它的點成周期性 然後把每個點成點代表什麼東西 研究出來 那麼這樣來什麼 這樣來我們 兩者經濟結構就出來了 經濟結構出來了 所以將來我們會發現 我們這個X色線顏色 過程中間 就是顏色裡面有兩個 兩個很重要的性質 一個顏色方向 會什麼 會跟我這個點成點 就是點成點聯繫起來 而顏色的強度和變化 會跟什麼 跟我的圍觀結構聯繫起來 這是後話了 我們要具體為風險了 那麼現在呢 我們可以發現 通過周期性了解 我們發現了嗎 每一個晶體的晶體結構 這樣可以變成什麼 變成兩樣東西 抽象出兩樣東西 一個抽象出一個點成點 一個抽象出一個 拿出一個具體的結構機緣 我們就得到了晶體結構了 那麼現在看 那麼對一個點成點 我們怎麼來分析 那麼下面第二個講一下點成單位 跟什麼 跟那個金包 關系 那麼對 這樣一個 我們叫一位點成 折線點成 那麼這是一個平面的 兩位點成 這樣一個立體的 三位點成 對每一個點成 它總是可以去一個什麼 去一個單位出來 那麼對這個 這些點成來說 我也可以去個點 我也可以去什麼 去掉線 單位一樣的 因為去個點 它也代表什麼 代表 如果我這樣的 去個點 我移動的時候 也可以復原 那麼我如果去這條線 做一個單位 那麼 設計上也復原 我移動以後 這裡也是一條線 也復原 再移動以後 也復原 復原 所以 所以 實際上對我們 就是說 這些人說 點成點 是什麼 是代表一個一個單位 那麼實際上 兩個點成點連起來 一條線也代表單位 那麼 同樣 這個點成點上面 這個單位是什麼 是一個點 那麼我這樣一個單位 這樣也是一個點 為什麼 你看 這裡一直半個點 這裡一直半個點 加起來這個單位裡面 也是一個點 這個單位怎麼取 隨便 你可以去一個點成點一個 那麼 那麼對平面 結果來說 我也可以 作為一個點成點 作為一個代表單位 代表一個經波 我也可以取這樣的 這樣的作為 我一個單波 所以 這樣的 就是點人單位 你們 點人點成單位 但是也可以取這樣的 這樣的小單位 但是這個小單位裡面 也是這樣 也是一個點人 所以 對平面來說 我也可以取這個 四邊性的一個單位 作為我們 一個點人單位 點人單位 好 那麼 經波呢 就是什麼呢 三圍的 也可以取這樣的單位 那所謂經波就是什麼 就是 我點人單位 裡面的空間大小 還包含什麼 還包含裡面 所有的原子 所有的東西 所以也就是說 所謂 經波什麼 就是 一個 經濟結構裡面 一個最小單位 把最小單位對起來 就是經濟結構 就出來了 那麼一個經波 有什麼組成呢 有兩個組成 一個就是 它點人單位 你看 三圍的點人單位 然後再有什麼 再有經波裡面的什麼 具體的什麼 具體的原子 具體原子 具體的東西 放進去 這個經波就完了 具體結構 具體結構 所以 對一個經波來說 我們具體的經波來說 也就是說 點人單位 加上一個具體結構 就完成了經波了 那麼 對一個三圍的點人單位 那麼 它可能有什麼組成呢 有 一個長度 距離 三個方向 因為上一圍有長度 有ABC長度 還有三個架角 alpha beta gamma 所以 對一個點人單位來說 你要對一圍的點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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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什麼 就是四圍A A就是一個點人單位 這個A的距離 因為A代表什麼 兩個點之間的距離 有了A 你這個點人馬上就知道了 它沒有距離 那對兩圍來說 它是什麼 有個A方向 有個A 然後有個B 如果是方向的話 然後還有一個加角 alpha 一個加角 有了A B 有了alpha 那麼兩圍的點人單位 也可以定下來了 好 對三圍的點人單位 要A B C 在三圍方向上面的什麼 移動的什麼 單位周期 那麼然後還有什麼 還有三個方向什麼 Beta Gamma 三個方向加角 那麼一般我們什麼呢 A B的加角是Gamma A B出 C C C對應Gamma A B加角 那B C的加角是什麼 alpha 對吧 因為B C出什麼 去A嘛 B C的加角是alpha 然後呢 A C的加角是什麼 就是Beta 一般用這樣的方法來表示 所以對三圍點人 它一個點人單位 是吧 就是A B C跟alpha Beta 他們就決定了 這是點人單位 那點人單位加上 裡面 單位裡面具體內容 加上去以後 就叫我們叫結構機緣 把結構機緣裡面的內容 加上去以後 就是晶波了 晶波了 所以晶波實際上相當於什麼呢 就是晶體裡面 一個最小單位 這個最小單位 什麼東西組成呢 有一個什麼 一個周期性移動的 一個晶波單位 這個單位就是什麼 我們就叫 點人單位 然後裡面的內容 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具體的結構 那麼加起來就得到什麼 得到晶波了 這就是我們講的 點人單位跟晶波之間的關係 那麼晶波怎麼取發 當然 我們說還有一定道理的 這次三位 剛剛三位排了很多 剛剛三位排了很多這說 現在我把線攬起來 把它們一起取好了 实际上你还可以再写着去 这写着去 各种各样的取发很多 那么我们晶包怎么取发 我们下面来讲讲 晶包的取发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比较平面 像这样的比较绿化的晶体 这个平面看上去是这样 一个纳理智 一个绿理智 纳理智 我们取一个单位 有什么取来 这样取发 是合理的 为什么 因为你这样取发 这个平移移到这里 移到移动一个边长 移动边长移过来 那正好什么 正好也是什么 顶点是四个六原子 这个中间是四个什么 纳原子 再往这个移也对的 所以要满足什么 它的移动什么 满足它的复原的精神 那么你往上移也可以 这样斜的移度可以 这样度可以 那么这样选去 当然是对的 就是说我选去个单波 我要知道做什么 我在不断地在空间移动 它是都能复原 都能复原的 都能复原的 那么 这个也可以的 因为我如果去 刚才去绿原子之后顶点 现在我去什么 耐原子之后顶点 也是一样的 你看 这个也是移动 可以复原的 这个也可以取 还有这种取发 你看 我也取这个单波 也是方方正正 那么 这个是不对的 喂 你看 这个不能移啊 你这个移到这里 马上什么 六原子变成原子 是吧 再移到这里 又变成六原子 所以这个移 移一个周期 它不复原的 不复原的 所以这样最小的不是周期 不是周期 所以这样的就不行 所以取成功 单波的话 它ABC三个 必须什么 ABC三个方向的周期 最小的周期 当然你去两亿也可以 但是去两亿太大了 我们将来为一个原则 要去周小的最小的周期 好 那么我们讲一下 就是金包选区的原则 跟次序是怎么样 第一 我们选区金包 要什么 要对称性要尽量高 你看刚才 讲刚才图 我也可以取斜的 也可以取斜的 我可以取斜的 这样去也可以 比方我这样去斜的也可以 也可以取斜的 但是呢 这个什么 对称性不高了 所以我们要求什么呢 第一 对称性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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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相互加脚尽量为直脚 能取直脚的尽量去直脚 不取 要得小于直脚的 第三 点人单位中间 点人点人尽量去的少 因为我可以去大点 刚才我再去大点 包括四个点人点他 也可以进去 但是这样的什么 就是没有 不追进去的 如果这样的话 就没有标准了 你也可以这样去 我也去 我去一个 我去四个 我去十六个 到底谁是代表这种金包呢 那不对 所以一般呢 要有这样的取法 所以取 先取以后的点人单位 这行一个点人点单 单位 我们叫做数单位 如果对应的金包 我也是数金包 反正如果这个选序单位里面 超过一个点人点单 也就是说 为什么超过一个点人点 因为为什么 为了对称性高点 为了对称性高点 有时候 我什么 对称性高了 我取了两个点 那么这个单位 就变成什么 就变成负单位了 那么负单位 有几种可能 一种体型 就是这个金包中心 位置上面有一个点 或者有点人点 或者面心上面有点人点 那么就成为负单位 那么这个金包就叫负金包了 那么你看 这个我们取金包 就是三个方向 A B C三个方向 那么这个就是α 因为α是AC的结交 A跟C的结交α 这个 然后呢 这个就是α A B的结交是β A B的结交是γ B C的结交是β 这是AB结交 β 干嘛 B C的结交是β 所以这个就是 代表三个方向 那么 我们知道 如果按照刚才选取的原则 在一个平面里面 平面点子里面 我们有几种可能选取呢 结果后来人家发现 最有五个可能 平面的最有五个可能 来选取金包 那么第一个就是说 正方形的 square的 正方形的 那么也就是说 A跟B相等的 然后 加上九色度了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呢 得到正方形的 就是等于什么 第一个正方的 正方形的 就是A等于B 然后什么 这个夹角AB 叫什么 或者我们叫γ 等于什么 等于九色度 等于九色度 这就是什么 正方形的 正方形的 一种 有些人说 正方形 但是一定数单位 是P的 我们P叫数单位 那有些人说 我不可以带个星呢 你想看 如果一带星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去更小的了 对吧 去更小的也是什么 也正方形嘛 所以他不能带星的 不能带星 带星不满满 所以我不要什么 第二个 矩形的 矩形的 那么矩形的什么呢 他可以数单位 那么矩形的什么呢 A什么不等于P 然后什么 γ等于什么 那么他可以什么呢 他可以数的 但是他也可以什么 也可以带一个星的 带星的 而且你要带星上 那为什么呢 你说他带星 我是不是可以带小的 可以取消 如果去这样小的话 直接丢掉了 就对称性丢掉了 我们讲对称性是第一位的 不 直接丢掉了 所以这样一来呢 就变成什么 变成不直接的 降低了 对称性 所以我们还可以去带星的 所以还可以去带星的 带星的 带星的 所以两个 好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有什么 这个六方的 六方的 或者叫六边形的 六边形的 六边形特定是什么 叫A等于B A等于B A等于B γ等于什么呢 γ等于120度 一般我们去大于90度的角 来标准 这位来定标准的 好 那么就是什么 就是 这样来呢 它微形成什么 你看六次对称性 对吧 你看 六次对称性 它有这样的对称性 所以这样呢 我们叫什么 它是不带星的 它不带星的 所以为什么叫六边形的呢 这样它平行四边形 一个架桥是什么 120度 所以平起来 微形成一个什么 六次对称性 就是这个 还有其它是什么 就是任意的 任意四边形 平行四边形 任意的平行四边形 这是最最起码的 那么就 A不等于B A不等于90度 那不等于 所有的什么 平面的点人 都可以取得它 所以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五中 就是 就是这个 布拉维格子 这个人 用布拉维推到车来的 将来 我们到三维的 我们会讲 14宗布拉维格子 我们会 介绍到大家 那么 这是五中的基础 就是用平面的容易理解 到三维的就比较难理解 知道了平面以后 我们三维的就容易看了 这就是我们把刚才 我看不上写的叫龟那响 就是这样 这个结构 就是说 正方的 矩形的 带性矩形的 这个带性矩形的 还有六方的 是这样的 然后呢 这个 好了 那么有了 晶体里面 我们晶包出来了 那么 这是什么 我们想要这个 一个点燃结构 那么 可以测出出来 ABC 阿波佩达干嘛 但是原子 我们要了解晶包里面 晶包里面还有一个具体结构 叫结构计量 那么 原子在晶包里面的位置 我们怎么来定义 怎么来标准 那么下面 我们介绍一个 就是分数座标的概念 那么 我们把什么 我们把ABC 这个ABC 注意三个轴了 三个轴 好 那么我们的空间 任何一点 在这个三个轴的 周标系里面 我总是什么 总是可以定义出来了 位置定义出来了 就是说 它分别什么 投影到这三个轴上的什么 这大小就是什么 就是它位置 但是一般我们ABC 把ABC做位置 都做位置 单位 A代表什么 X方向的一个单位 晶包一个单位 B代表什么 Y方向一个单位 C代表什么 C方向一个单位 那么这样一来 我们原子在晶包里面 原子肯定在晶包里面 最多在晶包边上 那么这样的原子 在晶包里面的位置 的座标 我们就叫它分数座标 一般都用分数座标来表示 那么我这个图上画了几个例子 我们来看看 这个中间最简单的 就是氯化煞 这个晶体 它是什么 它是 旁边是氯原子 这氯原子 是氯化煞 出生一个 逆方体的 一个近 context 它这个外形 那么就是说 是A等于B等于C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是A 是立方的 它是A等于B 比较等于C 然后呢 α等于β 等于γ 等于96 这是很方方针针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 它心上面带了一个什么 带了一个什么 有一个色源子 色源子 色源子 但是它这是心位置的色源子 但是这不是一个点人点 我们知道 它点人点还是什么 还是这个 因为对点人点的时候 满足平易的 有周期性的我们在教 那么这样的 这个我们就去什么 取的坐标是什么 绿的绿原子坐标 绿粒子坐标 我们就是要把它取成为0 因为什么 因为它是这个圆点 这是A 这是B 这是C 那么这样 它就是什么 就是0.0 那么有的人说 我0.0也可以写什么 一样的 一样就是0.0 所有的 一般我们不打语的 不打语的 就分手不打语的 有1的话就是0 那么你也可以说 也可以叫什么 叫100 也是这样的 100代表什么 代表这一点 但是有1的时候 你要减去1 还比0.00 所以最后还是0.00 这是一个 那么中间的圣呢 就是什么 就是两分级 它是什么 它正好投影到这里 A是两分级 投影到B是两分级 投影到C是两分级 所以它的中心位置就是两分级 所以这个分数坐标 就是它 这是两个最简单的 那么下面辅册一点的 比较值得绿换那 这里换那 这绿 这那 那么我们绿的值 它的坐标是什么 就是 0.00 但是因为它面上还有一点 面上有一点 所以这是000的话 这点就是什么 这点是 A上面是两分级 C上面两分级 那么得到什么呢 得到这点 就A上面两分级 C上面两分级 这一点 还有 这一点 下面这一点 就是什么 就是A两分级 B两分级 A两分级 B两分级 0 还有这一点 就这一点 还有这一点 这一点是B两分级 C两分级 所以这样呢 它有四个点 那么你有了这点 就不要考虑 这个顶上八个点了 有了这点 对面一点不要考虑了 有了这点 对面一点不要考虑了 有了这个点 上面就不要考虑了 因为 它们正好差一个周期 正好差一个周期 就是它自己 就是它自己 所以这样呢 我们就到了 绿子是什么 就是这个四个点 那么同样 我们就到了什么 那是你在零上的 那么是多少呢 是两分级 这是两分级 其他都零零 两分级零零 那么两分级零零 那么然后这条是什么 这点是什么 这点是零两分级零 这点 那么这点是什么 零零两分级 还有中性点 中性点是什么 两分级零两分级零两分级零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来用分数坐标 把绿原池跟什么 跟单元池 所以你看 这一个经过里面 而且实际上几个绿原池 是这四个 因为你看 顶点 八个顶点 每个顶点在经过里面 粘积八分级零 所以是一个 有几个面 每个面上什么 一个原池 但是每个面上 在经过里面的 有多少原池 有半个 所以我们就到了这个 绿化那是什么呢 是这样的结果 八成八分级零 加上什么 加上 这个面上几个 面上我们是 有六个面 六去乘上什么 乘上两分级零 等于什么 一加三 等于四 所以四个原原池 好 那么 那原池是零 这是零上的 零上什么 在经过里面 几个 四分级零 那么 有几个零啊 12叫零 12叫零 12叫乘什么 乘四分级零 再加上中心 有一个 正好就是 正好就是 所以我们要去 把这个 写分数数标的时候 有的人把这个分数标 写了多少 写了五个 四个 加五个 写了14个 分数标给我 那你这还重复了很多 所以你一看 有的跟他差异的话 就是底下了 因为一正好周期嘛 这个也是了 那么这个金刚蛇 就是另外一种类型了 金刚蛇里面什么 都是原子都是一样的 但要注意 金刚蛇里面不是所有的原子 都可以取成点人点的 因为它的原子分了两类 分两类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点人点上 就是我们看 就是说面心 这是顶上面上的 就像洛花囊里面的什么 就是六原子一样的 还有你看 这个四个原子 这个四个原子在什么 在这个四分之一方向 它的第一个作品就是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但是这两个 不在同一个点子上面 不在同一个点子上面 到底在什么 到底你看 我再点 往它移四分之一 它重复了吧 重复了吧 但是 它自己移上去了吧 上面有点吧 没点的 没点的 所以这样的移动 并不是它的周期 并不是点人点周期 所以这样来 它是点人点的话 它就不是点人点 所以我们也可以讲 在什么 在金刚蛇里面 在一个金箱里面 里面有多少 一个金箱里面有八个什么 碳原子 这八套碳原子是两套点人点 就是在顶点上面的四个原子 在顶上面上的四个原子 组成了一套点人点 不是四个原子吗 在里面完完整的四个原子 它自己也组成了什么 一套点人点 我们可以看 如果你把这个往这个移下来 它又移下来了 它移到这里 它移到这里 所以这样呢 这四个一个移下来 它移到这里 变成这样 就这四个原子 一 两 三 四 这四个原子就组成了什么 上面的四个原子 所以我们 实际上它是什么 它是两套 那么写坐标也很简单了 那么我们就要写第一个 第二套写什么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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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两分之夜 这是我们写绿广的一样的 写好了 然后后面一套什么 很简单 因为后面一套跟前面一套 这差什么 这差四分之夜 四分之夜 所以你就要把前面 这个四个原子的位置 每个原子都加上什么 四分之夜 四分之夜 就出来了 你看 0 0 0 加四分之夜 四分之夜就是它 那么 0 两分之夜 两分之夜加什么 加四分之夜 变成四分之夜 四分之夜 四分之夜 是吧 两分之夜 0 两分之夜 加四分之夜 变成四分之夜 四分之夜 四分之夜 最后一套 叫两分之夜 两分之夜 0 变成四分之夜 四分之夜 四分之夜 所以你有了一套 点人点 那么原子 那么另外一套原子 它虽然不是点人点 但它跟原料套点人点 差多少 一一一一就可以了 实际上我们刚才讲的是 把绿花呢 也是一样的 你把绿圆子一套 做出来以后 写那圆子的时候 你看这个那圆子跟绿圆子 差多少 在A上面插两分之夜吧 你完全都把它移 另外四个也出来了 但是如果你移了超过一的时候 你把一减下来 比方移出来变成什么 移出来变成功 两分之三 两分之三就几啊 两分之三就等于两分之夜 两分之夜减去夜就两分之夜 所以这个坐标肯定是分数的 小于一的 大约的你只要把它减去 就回过来 就回到自己进步里面了 这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做分数标标 因为有的分数标标以后 我每个原子在空间的位置 我都可以定下来 那么这个分数标比较区分 刚才你提的 你去平面的 我们可以直接来看看 就这样 比如说这个什么的 一个蛋包 我们可以去什么 也可以去这样的 对吧 也可以去这样的 实际上是一样的 道理 总归在这个平时别里面 总归这两个什么 两个碳原子 而这两个碳原子 是一个在点成点上 另外一个不在点上点上的 要注意啊 另外一个不在点上点上的 就是这样一个蛋包里面 这一个碳原子 那么你去看坐标 如果我按照这样取法 那么这个在点成点上 这个就在什么 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就是 AX跟BY 我来取 这个Y位置 这是X位置 我们可以做这个 那么 所以来取出来 一般的 什么来说 这个取出来 因为顶点是000 这里面是什么 2分之3 2分之2是3分之1 就这个是3分之2 这个是3分之2 这条是3分之1 这个是3分之2 如果你去这样的话 就这个金包的话 那么它也是两个原子 两个原子 一个是3分之2 3分之2 一个3分之2 一个3分之2 要注意 这两个不在同一套点上的 对它来说 它还是一个蛋包里面 一个点上点 这个点上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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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 晶体结构的对称性 和晶细的划分 我们来讲 那么 刚才是一个周际性 对于晶体来说 所有的晶体都有周际性 这不过这个周际性是什么 情况不一样 对吧 那么 我们要取 这样取的周际性 要对称性高点 那么实际上 所有对称性高点 就是晶体 晶体 晶宝里面可能还存在一个什么 就是对称性的问题 好 那么下面我们来讲讲 那个结构对称性 因为有的对称性以后 将来我们的晶体结构 就是按照它的对称性不同 来划分 不同的晶细 好 我先把这个 总的一个宏观图 我们来看看 那么晶体结构的对称性 它里面晶体结构 包括一个宏观对称性 跟围观对称性 所以宏观对称性就是 晶体外形可以包含的对称性 外形可能包含哪些对称性 那围观对称性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外面的对称性 加上里面的什么 移动 围观的平移 加起来 在围观里面 就原子跟原子之间排里面 它有个对称性 这叫围观对称性 那么晶体的宏观对称性 跟这个 组合起来 一共有32种 32种组合 不通的对称性组合在一起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们叫32点群 那么然后呢 对外形来说 就是有限的外图形 它组合起来的这个点群 这就是宏观对称性 那么加上里面 围观的就是平移机构 加进去以后 那么它组合就更多了 这是32个点群 有32种组合对称性 这里面就有230种 有230种 跟围观对称性 再组合起来的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们称为围观对称性 这就是总的一个图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 具体的看看这个晶体制度的对称性 那么对称性里面包括 我刚刚包括宏观的和围观的 那宏观的就是一个晶体外形 宏观图形里面 它有哪些对称性对称元素 我简单介绍一下 我这不是这里 一个就是说对称元素的旋转 旋转就是什么 我转一定角度以后 这个图形复原了 这个旋转 那么一般的旋转可以旋转什么 旋转比方说 旋转360度肯定复原了 那我们不讲了 这个就叫C1 如果旋转180度复原了 那么这个符号就叫C2 如果旋转120度复原了 那么就C3 也就是说到最后 旋转30度以后 它会到原来的位置了 那旋转90度呢 就C4了 这是180度 这是60度 这是1825 这是90度 那么如果转60度呢 就是这样 就是C6了 当然 一般情况下也有C5 转72度比C5了 但是在晶体里面 我会证明 在晶体里面没有C5了 这就是第一种 叫旋转 然后写法就是这样 那么在晶体结构里面 写法就写个N 然后N是旋转轴 然后呢 还有旋旋转轴 那旋转轴是什么呢 在一般情况下就是它旋转以后再反应 旋转以后再照镜子做下去 这是这个叫SN 那么在晶体结构里面呢 那么在晶体结构里面呢 它也就是N的旋轴 但是它写法是什么呢 写法 这是这个 用N表示在晶体结构里面 那么这个 在一般的里面的旋转呢 用什么 用这个N表示 S表示 在晶体结构里面呢 用这个表示 但是有差别什么呢 在一般宏观的结构里面 我们这个S是什么呢 S等于什么呢 等于SγH 就是反应下再乘了N CN 反应下CN 就是刚才等于有一个反应面 但是它这里是什么呢 它这里组合是什么 就是N旋转轴 较长这个对称中心 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 这是第二个 虚轴 第三个就是反应面 反应面 在宏观里面就是 我们叫Sigma 将来有SigmaH SigmaV 这以后会讨论了 但是在 在这个里面呢 就有 反应面 有N表示 N表示 那么在一般的宏观的对称性里面 用什么 有对称中心 用I表示 I表示 那么在这里呢 用一个大的I表示 那么 所有的对称操作里面 有一个 最最重要的对称操作就是什么 就是不动的对称操作 E表示 不动的 因为不动也是双的 所以这个对称操作 那么任何的元素都可以 任何的图形都可以有不动的 这就是宏观的对称操作 就是有一个旋转轴 有一个虚轴 有一个反应面 有一个对称中心 再加上个不动的 我们要说明一下 就在经济机构里面 为什么没有 就是 无次兽 没有无次兽 根据没大于六次兽 那么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证明 比如说 我们说我们这个AOB 就是点中点 可以吧 这点中点怎么 移动一个GDA到O了 再移动GDA到B了 这不是一定要这些点中吗 那么有这个点中点 肯定变上有它平行的点中点 我们不去考虑它 但是假设它有一个什么 它有一个N字轴 有一个N字轴 所谓N字轴就是什么 就是旋转什么 两分之N 它是复原的 对吧 复原的 你看N字轴就在 两字轴就在 是吧 两分之两分之两分之三分之二 就是旋转π它复原了 那么三字转什么 两分之三分之二π就复原了 所以它是什么 旋转N分之两π复原的 那么按照这个办法呢 它是什么 把A点旋转N分之两π 不是到C点了吗 是不到C点了 好 同样B点 因为在O点上面有这个轴 那么也可以旋转B点吧 旋转B点 我们旋转这个两分之 N分之两π也复原了 所以这样呢 在这个点中点里面 肯定也有点C点 也有点D点 这毫无疑问了 对吧 就是从这里 跟这个旋转方面 我可以推出来 那么这个档 跟这个是平行的 那肯定是点D点 好 那么这个C跟D的距离 也是A的整数倍数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A 这个A 在这个方向上面 它的周期是A 所以我会说 C的肯定等于A的整数倍数 也就是等于AO的整数倍数 那么我们马上看到这个结果 C等于C等于C等于C等什么 等于两倍的什么 这个距离承 Rogers 这个距离承准一个cos 这两倍吗 这是一分两倍 这是一个cos 所以它等于两倍的cos N0s2π 去乘上Oc Oc肯定跟Oa是一样的 但是Ct同时 Ct同时应该是 等于Oa多少倍 整数倍 至少1,2,3可能整数倍 N0a 根据这两个设置 按照它的空间的 旋转对称性 跟空间平移的对称性 必须满足的这两个设置 这两个设置我们把它展开 开下来 Oa等于 Oa等于Oc 这两个设置相等 马上到达结果 就是 这两个设置要相等 马上到达结果就是 2cos N0s2π 等于N0 那么我们来看 第1cos 最大设置是1 对吧 那么这两倍cos m的最大设置是1 这是2 最小设置是2 所以m可能取得是2 最大设置是2 最小设置是2 对吧 然后呢 因为m是整数倍 然后可以取1 0 跟负业 因为它最大的选好了 那么这个 所以m可能有五个设 8m带进去 用这五个设置 我们来求这个n 就求出来的n是什么呢 分别是23461 23461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是2带进去 这是2 这是216 那么cos 1等于什么 cos1等于什么 cos2π n就是等于1 cos2π等于1 我的n就是等于1 所以这2π 然后如果用1带进去 1带进去 cos等于2分之下 cos等于2分之下 这个等于什么 等于60度 60度就是2π次6度 这里是6 360度乘6 所以得到6 所以这样一个一个对应下来 那么这样就是说 我们可以证明了 就是说 如果你要满足平易周际性 那么你的对称性 震动什么 震动旋转震动什么 震动是1 2 3 4 6 就没有5 没有什么 没有大约6的 好 那么我马上提问一些 去年 罗伯伦讲的什么 那个叫准晶嘛 他发现了50筹 但是要注意的时候 他发现了50筹以后 就是说 他这个准晶里面 不是由什么 不是由唯一的单暴组成的什么 平易群 他也有很长的什么 周际性 但是他不是什么 唯一一个形状单暴组成的什么 平易群 他是由两类单暴组成的 所以才可以构成什么 并且构成什么 50对身形 所以这个实际上 跟我们现在讲的 不矛盾 不矛盾 那么也就是说 在净晶结构里面 就最有这个 一二三四六次周 那么我们把这个 总结下去 就是说 它有一个反应面 可以有的 那么周就是什么 就是二三四六 也就是不动了 无所谓二三四六 那么它的反周呢 也可以 二三四六一反周 然后一的反周 一的反周就是什么 就是它的对身中心 因为一次反周嘛 就等于什么 旋转的N等于1 再加上一个I 那么就等于I了 所以一次反周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有对身中心 是有的 还有一个对身中心 这就是晶体里面 可以产生的宏观对称性 就是这些 这些